如果說今天的女伴脫下衣服 你會覺得她的顏色 或者是結構有點不一樣的話 譬如說有些地方過黑過長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 哈囉又來到新南Talk時間 歡迎兩性專家辛西亞 嗨大家好我是辛西亞 辛西亞出了新書 這是她第五本著作 叫做 剛好連結到今天的主題 是的 就是趴到女生翻白眼 翻白眼有兩種意思 就是開心的翻白眼 一種是真心就是翻白眼 對沒錯 那今天我們來聊第一個關於 會趴到女生翻白眼的第一題是關於說 女人脫下褲子之後 就所謂的顏色這件事情 被嫌棄包包奶頭黑啊 對 你說男生就說 哎呦那你好噁嗦嗦喔 沒有就是可能他會講說 欸可能跟他騙子 就像你剛剛說的 看騙子的時候怎麼不敢 不敢 我這時候要跟男生講 如果說見人女伴脫下衣服 你會覺得他的顏色 或者是結構有點不一樣的話 譬如說有些地方過黑過長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正色就是以那種 泰山崩於前而面不驚的那一種表情 為什麼呢 像我曾經就有男生讀著告訴我說 不是顏色 他說哇他乳頭好長喔 然後就我說乳頭長是正常的嗎 然後我會覺得這時候男生你就是 一定不能大驚小怪 否則的話女生就會覺得說 你是沒有見過世面是不是 內心澎湃表面評價 對然後他覺得說你的 就是你的經驗值太低 所以說你可能各式各樣都沒有見過 那我會覺得其實很多在包包黑的部分啊 很多男生都會覺得說 一定就是你做太多 才會變成黑 對好那現在各位請各位觀眾呢 你們把我們的手打開 我們來看看齁 我們的這個手臂跟手掌 哪裡比較黑 手臂 對啊啊請問被摩擦 才被摩拳擦掌的是哪裡 手心 所以說其實摩擦的多或少 跟顏色其實並沒有直接關係 他是比較偏遺傳的關係 對或者是人種啦 對 第二點關於說會趴大讓女人翻白眼的事情 就是呢 男人脫下褲子之後呢 就會狂問說 就是你女生會那種 欸怎麼會有味道 異味產生 然後會是 男生一直在做的時候問說 欸我的大小怎麼樣之類的 就跟前男友比 其實我覺得男生在床上真的 有時候展現自信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問 你知道嗎 真的有些男生好像在做問卷調查 我這邊也要說 試掉 等一下你們很爽啊 嗯 我是很大啊 我可以放進去了嗎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會開車還是不會開車 你不會查嚴觀察 你不會測一下濕度 然後再斟酌一下是不是應該放進去 這些問題我覺得大家就是從女生的這個面部表情 那我覺得男生的時候脫下褲子會臭烘烘啊 因為到台灣是島國氣候 氣候潮濕嘛 你下面包一大包的話 如果你那個毛髮沒有修剪的話 很可能就會滋生一些細菌而產生異味 所以就是在做之前還是要稍微清潔一下 至於是香港所的修剪是蠻重要的 好第三點關於說 會讓女生翻白眼的事情就是呢 欸 寶貝可以幫我就是口一下嗎 女生的口心酸 其實我認為她會說 寶貝可以幫我口一下 這個還算是有點禮貌喔 有些人都會使用那種先摸頭再壓頭 就是先摸嘛 然後就慢慢下去 然後女生就把它頂起來 然後她還在運籃球一樣 你知道嗎 就在那邊這樣子 起起伏伏 這樣子 高來高去的 其實我在做這個演講的時候 欸真的會有男生舉手問我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讓女朋友 或是另外一班樂於幫我們先摸 那我就覺得這時候 大家一定要學 世政言師父的一個精神 叫做 叫世政言會生氣 有一點 沒有啦 信徒不要生氣好不好 叫做 甘願做歡喜壽 你一定要先做甘願 心願成佛去做這件事情 可能等一下人家被你服務得很高興 才發現說 哇原來用口是這麼舒服的一件事 他可能就會想要幫你啊 先幫女生讓他舒服 他自願就會幫你想要做 對 是這樣 學起來不要讓女生再翻白眼了 第四點是關於說 別再說狗喝水 老娘要的是 口愛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名詞很妙 當我聽到說狗喝水三個字 我還想說到什麼東西 後來還發現什麼東西 你們原來叫痴痴的愛 叫做狗喝水 那我就覺得你們真的非常低估了 這件事情應該要的技巧 對不對 對 因為我想說男人也不希望說女生說你們是 我們是猴子吃香蕉吧 對啊 當然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口愛的這一個部分 如果說今天你要為女生服務的話 一定要把女生的私密處當成是一碗泡麵 吃泡麵這些流程當中 第一步的話 你可能就是先吹它 那我覺得男生不要一下就覺得稀哩呼嚕叫指導花心 他跟他花心會非常的敏感 你要一些先呼氣的方式 讓他就是先醞釀的時候 你要下去了嗎 什麼還沒下去嗎 有期待感 要碰到了嗎 那種感覺他反而會更high 你不能一下就掏出你的銀光筆在那邊化重點 對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是要慢慢的就是不能說去舉腳它 可是要動動你的舌頭 當你在吃泡麵的時候 麵條在你的嘴巴裡面 你是會去輕輕的攪拌它 對所以說其實呢我覺得大家在攪拌的時候呢 請你冥想就是把你的舌頭當作是一根毛筆 然後再留下你的簽名檔 就是英文的這個大小寫或槽寫 都可以這樣子運用 這樣其實也可以當作一個非常好的猜謎遊戲 說老婆你覺得我今天的簽名檔是留什麼 對 就小情緒 好啦第五點關於女生花翻白眼的事情就是呢 前戲就是狂抽猛送 然後自以為是加成一 其實呢 在於那個加成音的金手指之所以之厲害呢 是因為它可能精準的觸摸到女生的G點 G點其實是在它的陰道上方 大概裡面三公分的地方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老二應該都會超過三公分啦 如果沒有的話 你都會一直miss掉那個地方 所以說其實呢 他們就很想要學加成音 可是我要跟男生講 其實對於女生來講 你如果想要填滿我們 光是手指真的還不夠 你還是要讓你的重頭氣上場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就是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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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其實那感覺反而你喜歡的G點 你這樣反而你覺得 到底是在 sunk 蝦忙 對我們沒有被填滿 然後你在那邊蝦忙 到底在搞什麼 所以我覺得男生這是第一點 你不要猛學家等於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第二個的話就是 很多男生都說 我就是一定要是不停的全速前進 跟那個啄木窯再啄那個樹木是一樣的 那我跟你們講 第一個你們如果是自己這種全速前進的話 反而不容易持久了 對 對好不好 我們就是要以快慢快慢的一個步驟 你不要全速前進 而是全速前進可能慢一點點 對然後換個體位 然後再繼續慢慢的去享受整個過程 反而會整個過程會更美好 為了持久然後30分鐘 30秒換一個姿勢 換姿勢我覺得很多男生很喜歡把那個性愛當作是 一個展示 對觀看A片的成果發表會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 他現在片子裡面他學到什麼很奇怪的技巧 趕快立刻 對他就覺得回溫真是是不是 然後就可能又怕自己動美顧 所以說可能就是大概30秒還算長 他可能大概15秒就覺得 趕快趕快 Baby就趕快把他翻過來又倒過去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你好忙 你到底在忙什麼 可是他就是想要拼勁 在他能夠持久的這個時間當中 趕快把他所有的這個看到的 絕活到始終來 好嗎 可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女生只是會覺得 你到底在趕什麼 你知道我記得說大概三個差不多 對我覺得體會大概三個差不多 而且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很多男生會care說自己要持久 就是要抽動的這一個時間 時間到底是多少 基本時間大概是7分鐘 7分鐘 可是很多男生就會說 7分鐘啊什麼 可是我都三小時耶 我真的覺得7分鐘太短了 都要這樣子喔 那我跟你們講 其實呢因為當你在抽送的時候 女生的水位也會越來越低 OK 除非他是春水堂老闆 你會覺得他今天哇真的是愛如潮水 到底不行 否則的話請你7分鐘到15分鐘 都是極限 15分鐘以後他可能會越來越乾 你們反而會撸破皮 對你也不是很好 對女生也不太舒服 當然喔 那下一個會讓女生翻白眼的事情就是說 剛說的愛如潮水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潮水這件事情喔 他很多時候他噴出來的液體 不一定真的是所謂的愛意 尤其是你看到那個量特多 好像那種手搖茶店 那種540G那個量 那個很可能是摻雜尿液 我有一個姐妹他跟我分享就是 他真的為了要蒙騙他男朋友 他就故意在做之前就喝很多水 然後就讓自己一觸即發就是尿液都出來了 順便拍個尿對不對 對然後很多男生就問我說 不對他真的是愛如潮水 因為我看那個液體都不會是黃色 就偏透明 我們要知道就是當你那個尿液非常被稀釋的時候 他也不見得會呈現的是黃色 所以一般來講女生是會潮水 是會有 可是不是每個女生都會有 那潮水的量大概就是一茶匙的量 不像那個A片裡面就是 對或是來一個精彩水舞 就是騙姿腿然後是水舞 勾得消了 對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男生不要去追求說 你一定要把他搞到就是源源不絕 你要讓他高興 然後以他的這個肢體的讓他放鬆 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八個關於女生會翻白眼性就是 沒感覺硬要重要 就是女生有時候就是高潮 因為為了配合男生的那個 你知道讓他開心一點 所以就是要演一下 因為其實昨天有人問我說 那我男朋友有時候就是都做不好 那怎麼辦 他如果做不好的話 我是不是就應該要 跟他做開個檢討會 我說這樣子壓力也太大 太大了 把PowerPoint弄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agenda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覺得要很大 這個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在床上 其實他表現不好的地方 你就不要叫那麼大聲 因為像男生後面有方向 都沒有方向 後面有方向 我覺得他如果做不對 你就嘴巴臂緊一點 然後你就 安靜到他就說 沒有感覺 男生他就會自我檢討說 我今天地方笑話怪怪 他自己就會去思考了 女生不一定要客訴 演多了反而他真的沒有方向 他會沒有方向 他會以為說他自己做得很好 他另外一個問題是 關於男生會好奇說 那女生真實高潮的反應是什麼 當你要你的女伴高潮的時候 其實女伴真的要放得開 因為你知道其實現在有些年輕的女生 就是他們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我曾經有就是在個案 諮詢的個案當中是 這個女生他家教非常好 他會認為說今天一個女生就是要 判若就是跟一個淑女一樣 可是你要知道其實高潮的發生是 第一個你必須要let go 你要放鬆 二來就是在放鬆的那個刹那 可能你要有那種小宇宙爆炸 然後有一個很歡愉的那個滋味 會衝向你的天靈感 所以這時候翻白眼啦 或者是你一些面部表情的抽動 這些都是有可能 可是因為的那一個像淑女那個女生 他就會覺得可是這樣子很醜 很驚實 對然後就覺得這樣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男生可以從女生的這個一些表情啦 或者是你會覺得他今天的濕潤度特別夠 其實就是因為他有被你伺候的非常的開心 就是從一些肢體動作跟實際身體去感受他 好啦那第九個關於女生會翻白眼的信 就是說 吞筋這件事情 很多男生可能會騙男生 女生說尿海精液是很有營養價值 好其實呢精液它當中確實是有非常微量的蛋白質 可是這蛋白質的含量呢 第一個它也是因人而異 第一個要看這個男生的健康狀況 OK 那他的年齡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追求說 吞筋養顏美容 所以希望的女伴去吞 然後又是味道問題 因為一些女生不喜歡 是純粹是可能會有異味 男生如果你希望說你的這個精華是好吃可口的話 你平常養生很重要 平時 對其實你就是多喝水 那有人是說那好像吃鳳梨會變清甜 其實那個清甜也不會說變成像鳳梨汁那麼甜 會得糖尿病 會得糖尿病 就是說它可能只要是富含維他命C的水果 不只是櫻桃喔 像譬如說草莓啊 藍莓啊 然後蔓越莓 這些莓果類的都富含維他命C 其實都有可能讓你的這個產出變了清甜 那就會讓它更有意願想要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最後一個關於會讓女生在床上翻白眼的事 就是呢 約炮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說 男生約炮好棒棒 女生約炮就很破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個朋友就氣呼呼的告訴我說 你知道我在那個網路上聽到一句話我都快氣死了 他就說呢 男人是一把鑰匙 女人是一把鎖 一把鑰匙能夠開很多的鎖 它就是一把萬能鑰匙 可是有一個鎖被很多鑰匙打開 他就是個爛鎖 那我會認為說其實現在呢 大家已經是2020年了 大家要知道呢 女生的鎖是會進化的 現在鎖還跟 欸你去那個飯店誰還在那邊拿鑰匙 你會覺得說你這鑰匙是落伍了 我們都是用密碼鎖在那邊點點點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這樣的一個說詞當中 其實只是顯示男生的那個自信心不足 對因為呢 其實男生會有這樣的一個話語出來 可能也是因為 當女生的性自主開放的時候 他會認為 哇那今天這個女生好像 他今天外面要跟大家發生關係 他其實是比男生有優勢嘛 對不對 那他當然很害怕說 好像新人為主觀念是 女人就是一個男生 該去追求的東西 你不應該先追求你的幸福 我應該是我要給予你幸福 你才可以得到 好嗎 所以當他看到 哇他都拿自己的這個 他自己的鎖去識別的鑰匙 他就很不爽 其實我覺得男生在這樣想的時候 一定要檢討說 你自己的鑰匙有沒有精華 你不要說你的鑰匙又小又爛又是三公分 然後只是去批評人家的鑰匙 應該要精進自己鑰匙的技巧 才是最實用的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 為什麼我要的歡愉 你應該懂對不對 然後跟大家最後面介紹一下 你這本書已經上市了 對我這本書已經上市了 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博克萊網站 或者是這個城邦的讀書花園呢 支持我的新書 然後我覺得這本書非常妙的地方 就是他的英文的副標 叫做 Make Love Sexy 其實Make Love 就是做愛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很性感的事情 可是也讓愛這件事情 變得非常的性感 好啦非常謝謝 欣喜來今天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你們可以在床地之間 真的讓他翻白眼好不好 謝謝大家啦 謝謝 想要看更多關於新西亞的消息 別忘記訂閱加追蹤